再来看一下这盘自子花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花量已经很大咯 自子花裙开的样子 还是很漂亮的吧 但是它的这个单朵花 的花期真的很长 很短 你看这样说 没几天这个就黄掉了 那么就影响观赏咯 现在就来说说 这个自子花花后的一个修剪 其实自子花还是很好修剪的 只需要把它 连的这个花托 给它掰掉就可以 它这两边的话 是会自己长出这个芽来的 不需要拿剪刀去修剪 是不是很简单 像这种的 它开的这种比较黄了 是很好掰的 稍微有点力它就掉下来了 像这个感觉还没有完全开掰 反正我们发现了这种黄的 就及时去清掉它 不要让它一直呆在这个叶子上面 如果呆在这个上面的话 不仅会影响它生长 而且如果不小心撒在水子上面的话 它还是容易烂的 烂的话还会引起这个叶子烂 所以得不偿失啊 又损耗营养又影响生长 还容易自生病虫害 而且修剪的话很简单 摘就可以了 除了摘掉这个长花 大家还要看一下 有没有这种已经是枯死掉的枝条 或者是比较弱的枝 发黄的枝 也要给它剪掉 这个枯死的枝条 就要给它剪掉 还有像这底下 这种枝条都比较弱 想要它开花是很难的 所以这种也给它剪掉 我的这一盆还好 没有这种发黄的 这样就差不多